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兩日三暫俄羅斯戰略基地成果海 地球係原的莫斯科自食其果 歷史性成功 古克擊中黑攻大後方飛彈航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關注新冷智慎室 我是宇童 下方開啟我們的節目 從週一 12 月 5 日早上開始 俄羅斯的網際網路出現了恐慌 憤怒和報復的強烈情緒 所有這些都是因為俄羅斯本土 沙拉托夫附近的恩格爾斯 和梁振附近的佳吉列玉軍用機場 幾乎同時發生了兩起大爆炸 而就在莫斯科驚雲未定時 週二 12 日清晨時分 俄羅斯富爾斯克機場 又被無人機打中 火光衝天 效果在兩日三暫 震動了克尼姆勒宮 社交媒體上的視頻片段顯示 週二清晨 一場機場大爆炸 照亮了測客的天空 從規模體 造成的損失不少 俄羅斯富爾斯克州州長 史達諾玉爾 在社媒平台上承認 由於無人機襲擊 一個儲遊官 在富爾斯克機場附近起火 但他似乎刻意降低 受到打擊的嚴重程度 他聲稱沒有人員傷亡 火災正在局部化 緊急服務正在現場工作 變成放開機場 距離滑南邊境大約一百公里 而俄軍港發生爆炸的 就在托夫的恩濟爾斯空軍基地 曲瓦南邊境七百公里 梁震地區的佳吉列宇空軍基地 曲瓦南不到六百公里 但距離莫斯坊更近 這兩次打擊 或許昌利奧戰爭中最大膽的兩次突襲 創造深入俄羅斯後方最遠的紀錄 這兩個大後方的軍用機場 極其關鍵 俄國空天軍壓箱底的終極核武器載具 途160和途95戰略軍閘機 軍部署在此 有許多跡象表明 至少在恩濟爾斯空軍基地 可能是烏克蘭的自殺式無人機 發動了襲擊 幾架門過俄軍防空系統的無人機 擊中了恩濟爾斯和階級列宇機場 當時俄空天軍的地面人員 正在為軍炸機加油上飛彈 在一間列宇機場 一架無人機擊中地面 距離正在加油的圖22約30米 爆炸點燃了一部加油車 嚴重損壞了軍炸機的機翼和尾翼 從一張照片中可以看出 這架軍炸機至少裝作了一枚 也可能是兩枚X-22空地飛彈 根據俄羅斯的說法 有三人捨亡 五個或六人受傷 顯然X-22的液體推進燃料 還沒有加進去 不是的話 這架飛機便完全報廢了 總結結果是 在階級列獄 俄軍至少一架圖22 在這場戰爭的正如時間 甚麼都做不到 而在恩格爾斯 據俄羅斯的防暴證實 兩架圖95已損壞 俄軍演繹的戰略軍炸機 而且俄羅斯還無法產生 因此 兩架圖95損壞了 這架俄軍的重大損身 又是烏蘭的重大戰果 專家表示 這架紫克利米亞機場 烏軍特長部隊 爆破九架先進戰機後 俄國空天關的又一次重大挫敗 但更令俄羅斯朝野感到焦頭喇的是 俄羅斯的國土防禦系統 竟然已成了篩子 俄軍飛機停在機場的關鍵時期 隨時可能有未知的威脅 而這些稀缺的飛彈發射載具 竟然沒有適當的防空和地面保護 俄羅斯流行的軍事頻道雷爾巴說 真是 你能想像美國總部的少星分配有多大罵 俄羅斯的戰略核力量 可被一分次的亡機打敗 俄羅斯的戰略核力量沒有任何掩護 俄羅斯的戰略核力量束手無策 受歡迎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 塔塔爾斯基將他的路火指向著 俄羅斯最高指揮部的人 他抓奉大禮 他們在哪個學院教過 戰爭極加必須守衛機場 誰能說說 或者這是一個秘密的神聖之聖 只傳授給損民 俄羅斯本土大口方的空軍基地 遭沉重大擊 但莫斯方一反常態 沒有帶來大叫地指責烏克蘭 而是將憤怒指向俄羅斯軍隊 並且在對外宣傳時 盡量淡化所受到的損失 奇怪的舉動背後 在俄羅斯針對烏克蘭平民的瘋狂襲擊 最終導致烏克蘭隱目可忍的強敵反擊 在對烏克蘭的入侵戰陣中 俄軍的陶波列副飛機使用常規彈藥 但重要的是他們不進行傳統的軍炸突襲 而是從俄羅斯領土上空進行攻擊 發射遠程火箭和巡航飛彈 他們的壓動遭了烏克蘭的防空範圍 從現實角度看 不會受到烏克蘭飛機的威脅 因此對烏克蘭來說 針對俄軍圖22和圖95的戰鬥 只能被動擊落這些軍炸機發出的飛彈 自11月開始 這些俄羅斯戰鬥機發射了雨點般的飛彈 暴裂軍炸烏克蘭的民用基礎設施 在航難的冬天來臨時 將烏克蘭平民推入爭結得很困難的絕境 而這些俄軍飛機 至今都沒有受到懲罰 在操縱黃機打擊前不久 拘烏了700多公里的恩戒爾斯空軍機地 俄空天軍剛襲的原本 20格圖160海盜騎 和圖95控戰略軍炸機 他們合起來能掛載240枚 KG-101和KG-555巡航飛彈 12月5號 斑命黃機突然襲擊 導致兩格圖95受損 俄軍被迫轉移了大量飛機離開機場 最後 當任何師傅向烏克大規模發射軍炸飛等數量 減少了40% 對這次打擊 烏克總統戰略司機的高級顧問 米波特尼亞克發佈了一份很有意思的聲明 似乎在說俄羅斯的損失是自己作惡招來的 他說 地球在原的加利利爾的發現 哈利姆林宮沒有研究天文學 優先考慮聽取宮廷沾聲間的意見 如果是的話 他們就會知道 如果有東西被發射到其他國家的領空 不明飛行物遲早返回到出發點 哈利姆林宮發議人佩斯科夫告訴媒體 普京總統已莫式襲擊事件 但沒有進一步置評 然而事實確是 普京在12月5日舉人的 俄羅斯內部軍事會上何漏 會議結束時 普京發誓 如果再出現類似12月5日這種局面 將嚴懲責任人 普京清楚意識到 本土深處的關鍵空軍基地被擊中 那麼他們亦處於打擊他 無論在摩斯科 或是在索契 或是在亞爾代 都將不再安全 而話音乾落 12月6日又一個基地被炸了 英國國防部在週二 12月6日的戰局更新中披露 俄羅斯指揮系統 可能會尋求查明 並嚴厲制裁 被應為應對事件負責的俄羅斯軍官 接下來了 就看看誰會成為那個 或者是那些倒霉彈 總是能將各種基礎武器威力發揮到極致 這個美國和北約 十分佩服烏軍創造力的地方 這次烏克蘭可以說是創造了新的 吉尼斯世界紀錄 這是世界上首例 無人機成功集擊了俄軍的核能力空軍基地 也是世界上首次 無人機打傷了戰略軍炸機 烏軍成功挑戰了俄羅斯核武三位一體的無敵存在 據俄羅斯方面聲稱 這次襲擊使用了蘇聯改裝的圖141 和圖143無人噴利式偵炸機 這些偵炸機在渣年代開發的 一直生產至1989年 很明顯 不知名的無人機已經被改裝成為 烏克蘭秘密且威力巨大的國產武器 令它以降重大的技術突破 俄羅斯防空被揭底 從飛機附近航空人員的傷亡情況來看 不明無人機沒有被俄羅斯防空系統發現和藍戰 對階級列動機地的特集俄軍沒有任何預警 這表明俄羅斯絕大多數的防空飛彈系統 和防空雷達都集中在前線 並且在那裏遭受重大損失 因此俄羅斯實力不作 甚至無方位戰鬥目標 將來密集防禦 成功的情報和應用很明顯 烏克蘭和盟友的情報部門 提前收到莫斯科企圖發動攻擊的 準備和發射的時間和地點 以及飛機位置 這些確切順悉 在12月5號河軍啟動大規模飛彈襲擊之前 烏克蘭在早上發動了打擊 迫使莫斯科的飛彈軍炸數量 從120多河減減減至70多火 在這次行動中 規劃通往目標的前進路線和所選擇的時機 被證明是絕對正確的 可以完成任務 並且有驚喜結果 政治和信息上的成功 烏克向全世界表明 進攻烏克蘭是在人數和軍事裝備上領先幾個數量級 但烏克武裝部隊能夠找到牽馬行空和出其不易的打擊方法 重創俄國佔領者 對戰略軍炸機的襲擊表明 俄羅斯行力量有很脆弱的一面 俄聯邦的防禦並非想像的那麼強大 烏克專家認為 這是一次偉大的士氣勝利 又是對莫斯科中一步行動的教訓 以上是今天的新冷製成室節目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請幫助你點贊轉發 如果你是新來的朋友 請點擊訂閱按鈕並打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他們最新的節目了 感謝你的支持 拜拜 感謝你的支持